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首先就谈一下你们最近新作这个中共病毒 我看到是一个病毒 然后半面是习近平的脸 然后另外一半面是骷髅 然后还有一个中共的标志在那 这雕塑的主要的设计就是陈为民 很苦的 我觉得最苦的就是做玻璃缸是最苦的 因为那个比较扎人 但是最难受的 还有这个刺鼻的气味 在跟他们当助手做这个玻璃缸是最苦的 那个晚上会头疼 就睡觉的时候会头疼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喷鼻血 我在之前鼻血偶尔喷一下 可能一个月喷一次 那个是每天早上起来就喷一次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掏纸巾 然后堵在鼻子上面 如果你分析这个人像 你就要研究这个人 研究他的表情 什么时候他会什么样子 他肌肉会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人会有这样的表现 你会稍微体会一下 你可能自己就会受不了 我认为 对 人怎么会成这样的表情 他会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的东西 你稍微接触一点 我觉得是比较痛苦的 所以各位也都是义工 所以也就是 我知道这就是各位有吃得住的地方是有 但是其他他不是一个赚钱的工作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 你们为什么是依然是决定说我要来做什么一件事情 做得很舒心嘛 虽然苦一点 如果我们想要让大家记得这些事情 包括中共病毒这些这些事情 那么我们就需要自己的去创造文化 那我们现在没有资源 不然我们就自己自己动手去做 这是我实际上是拿我们的时间来换钱 你是担心说说中共病毒这么一件事情 会被遗忘 可能会被遗忘 他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操控文化 如果你不push back的话 你you're gonna lose 这个虽然历史被忘掉了 他们就得逞了 我们不能够让他们赢是吗 高速公路上车来车往 每天有很多很多人可以看到你们的公园 那就对于那些逐渐了解到你们所做的事的 你们这个公园的人 你希望他们可以他们的take away 他们可以从你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当中 能够学到这个 中国是共产党在把他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往全世界扩散 用他的文化和那个经济资源 在往全世界扩散 在中国喝狼奶长大的那个华人 来说这个是提醒他们有这么一个邪恶的这么一个国度 然后他们从这些个像微信这样的渠道获得信息是不可靠的 希望他们对于自由民主有一个相对切身的认识 无论是因为洗脑还是什么 或者说不关心政治 你们有没有担心过说民运 或者说你们所做的这件事情 能不能被一代一代这么流传下去 还是说你会担心以后就没有人 这些我们现在所来做的这些东西实际上也是logo logo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把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 以一个相对好传播的方式传播出去 我说最近几年来像新疆香港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会开始不断集中到这样的事情上 你们有没有担心说六四可能会有点淡出 就是它的重要性会有点被就是国际社会所都市 容许我问一个问题 你认为如果六四真的把中国推向民主宪政 那么会有会有后来的集中营吗 有很多维吾尔人也是到了美国 然后香港之后很多学生运动民就到了美国 那包括国内稍微可以有点风生随起的 风生随起的一些女权运动者也是搬到了美国 那有这么多个不同的势力 那大家都是很很反对中国现行的这么一个制度 那你们觉得是不是应该联合 希望能联合起来 像我们电视部员这块 那秦老师已经凝聚了很多啊 包括新疆呢 西藏呢 这些内蒙呢 好多人聚在一起吧 这里面有合作 当然也有互相的因为观点之间的不同吧 因为我可能看到前一段在推特上 看到魏京生先生 还有伊丽夏齐先生 他们可能是因为有一些 我认为是民族理解的不同 甚至对定义的不同 有一些可能争执或者是在辩论 但是辩论清楚了就是好事 大家也弄明白了 能在一起共同的朝向一个目标 各个势力联合在一起 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现在都不是中国的各个势力 我相信全世界人 通过眼前的这个病毒这事 都会联合在一起 新冠病毒的起源 还有很多调查有说法 一开始最流行的说是洞藏人 然后现在又开始很多 像主流媒体又把注意力放到这个 实验出新的路 我不知道各位认为病毒的起源 因为我们都不是credited biologist 那么我们可以说一些事实性的东西 肯定是实验室出来的 因为它说是动物传的 一只人也没有抓到一只动物 包括实验卫生组织去查的时候 去中国政府也没有配合嘛 对不对 所以这更是它隐瞒的 展示它隐瞒的很多东西 我们一个穷像是实验室 我相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 会证明 就像我们做的雕塑一样 就是我的观点 中共病毒是更厉害 因为有中共病毒 才发展了新冠病毒 我认为中共的意识形态 和它对于西方世界的渗透的危害 比单独的冠状病毒还要再厉害 我这就会有所谓的 我认为是在一起 旁边的渗透 所以我们有这个渗透 也没有避免 所以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看这个渗透